再来看到IMF也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执行董事会 26号发表声明说 计划于今年10月4号之前完成下任总裁的临选程序 声明说总裁候选人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 或者是理事提名 提名时间为7月29号至9月6号 本月2号欧洲理事会提名拉加德担任下任欧洲央行行长 随后拉加德宣布在提名期间暂时卸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一职 16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 宣布接受拉加德辞去总裁一职的请求 辞职将于9月12号生效